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听听杜老师怎么说 你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 就是因为两个想不劳而活 有人说学历与爱情有关 他们说学历高的人起点也高 有知识文化的人爱情也谈得美好 我并不认同 有些学历低的人 没有什么知识文化的人 依然爱得朴素 爱得踏实 也有一些人说财富和爱情有关 因为贫贱夫妻百事爱 我也不认同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穷人有穷人的满足 各过各的日子 但我认定有一样东西 和爱情一定有关 那就是个人的自我修养和自我要求 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 会放纵自己 同时也会轻看别人 注意我所指的个人修养 和个人的自我要求 不是指知识文化 也不是指家境 而是指你对于工作的勤奋 对于生活的踏实 对于爱人的尊重 对于感情的忠诚 当然还有人格的独立 但你们俩一个都没有 女生是长得挺漂亮 但没有气质 这种气质 不是你的妆容和你的衣服带来的 我所指的你没有气质 是你一点朝气都没有 你就像个老太婆一样 年纪轻轻 不做家务 男生也是一样 成天就知道打游戏 你们一个在家里躺着 一个拿一千多块钱工资 你们去面对那些同龄人的勤奋 你们不害羞吗 如果你们还想体面地活着 请互相勉励起来 否则的话 我就看到两个灵魂 一点都没有青春的美好 就这样 好 谢谢